沒錯 正好看了今天風燦傳媒這篇獨家報導 我心中一個疑惑終於解開了 為什麼國民黨的這個立法院的訴訟代理人 葉清源律師一直要在憲法法庭上主張說 憲法法庭不要做法規通案審查 要未來個案一個一個審呢 我看了這個就恍然大事 自憲發大財 自憲發大財 這個憲法法庭上大家很關注 十七節最關注的憲法法庭 李全合 最俊俏的臉龐 李全合律師 你好好講喔 我有他賣喔 李全合才十五萬 十一姐包你一個月 小錢 對 我相信很多人都未來希望 可以找李全合律師打官司 因為他的價碼才十五萬 可以搞好幾次三題對不對 但是我們立法院找了四位大律師呢 哇 不得了 花了一百八十六萬 而且這個一百八十六萬 各位不是國民黨出的錢喔 不是民眾黨出的錢 是你跟我我們納稅錢來出的喔 我竟然付了葉契元的律師份 你也付了 對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國民黨請了四位大律師 陳清秀律師 五十二萬 對 掌櫃美二十四萬 對 哇 林詩猛最貴 要八十萬 對 葉契元講話講最多 但是三十萬 對 CP值相對高 那既然他們花的是全民的納稅錢 我們當然要來看一看 我們請了這四位律師 到底CP值高不高 我們要好好檢驗 有沒有認真幫國民黨打官司 有沒有好好上班 我們就來看了 這一個大法官詹森林 跟林詩猛律師 憲法法庭上 有一個交鋒啦 對 那我們看林詩猛 欸 林詩猛領的是八十萬喔 領最多喔 八十萬他上面做了什麼 但是他在憲法庭上的表現是 被大法官打一個問號 打臉 因為呢 這個林詩猛律師呢 一直在憲法庭上主張說 這一次國會擴權法案 通過十五之一條 未來要叫總統到立法院 做國情報告 他說這個叫做 不真正義務 不真正義務 不真正義務就是 其實不是真正的義務 是一個自我要求 我自己法律定了 說我立法院要找總統來 總統如果不來 我也拿你沒辦法 不是啊 可是白毛大法官不是說 不真正義務是民法的概念嗎 所以說詹森林真的是蠻可愛的啦 他真的是把林詩猛的意見聽進去 他說喔 林詩猛 既然不是真的義務 那你們要和解 把這條自己刪掉 既然你說是不真正義務 那黃國昌之前又說 總統不來 我們真的拿沒辦法 那一個沒有強制力的法律 其實根本就沒有意義嘛 你要不要自己刪除就算了 詹森林還問兩次 你樹狀寫到不真正義務 寫到民法的概念 那你黃國昌說不來會怎麼樣 你乾脆這個法條自己廢掉 他在笑太臭他耶 對你這一條自己回去收一收算了啦 投降輸一半 這樣零八十萬 所以我們納稅錢花在這個身上 這個有點不值有點不值 但是這個林詩猛還有更厲害的來了 更厲害的來了嗎 正好我跟你講 現在前陣最夯的法律學派什麼 卡提諾法學派 卡提諾法學派 現在過時了 什麼 卡提諾法學派遜 現在我們看了陳慶舊教授的第一節到 哇 漲知識 原來還有道家法學派 道法派 道法合一 哇 要確定耶 他零多少錢 他零52萬耶 第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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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家法學派 所以我們看到陳慶舊過去投稿台湾法學雜誌 就產陽了他的道家法學精神 你們看這個前面自目錄啊 王道與天人合一思想 天道 地道 地道 負債萬物 玉成萬物 人道 天道 地道 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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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這個去投訴 下一句要不要集幾如綠令都出來了 躯小怡啊 對 躯小怡人 解了解就是你這個妖精 先不要發言 對 鬥可鬥 非常鬥 這個樣子 所以他到底拿這個道家法學 怎麼樣落實在憲法法庭的檢查中呢 這是他自己的投書 你可以說他的興趣 你不要跟我講 他連在憲法訴訟上 都把道家的學說寫上去了 我們來看他怎麼講 他說 因為我們講說國會是民意政治的體現 他說 那我們法律制度要有傾聽民意的管道啊 人民要能表達民意 那政府也要能夠反應民意 所以呢 總統接受立法委員的詢問與答覆 這個就叫做上勤下達 下勤上達 還行啊 這重點來了 符合什麼 易經 符合什麼 符合易經 他真的在上面寫易經 地天奏掛 而且還補頭 地天泰掛 地天泰掛 則傳曰 泰 小往大來 古亨 則是天地交而萬物同也 上下交而其智同也 等一下 我們講總統國會備詢 你們現在不在講大法官 等等 等一下 我給他看一下 我就知道你會質疑這個 法規示範法審的一大堆答辨書 相關機關 這個立法院代表人 韓國瑜訴訟代理陳清秀 有該當的 他的訴狀真的跟我講 總統去立法院備詢 符合易經的理論 這個太誇張了吧 總統來到立法院 這個就叫做 天地交而萬物通 上下交而其智同也 天地交而萬物通 賴清德你還不去備詢一下 這樣就叫做正通人和了 這多少錢 這52萬 所以按照陳清秀大教授的理論 就是我們的憲法設計中 應該要有易經的概念融入進去 你不要跟我講什麼四字幾號啦 我跟你講 易經的譜瓜比較實在啦 已經是九陰真經的禁忌 九陰真經的禁忌 是嗎 所以他的這個東西 其實現在大家回去說 哇 怎麼有這麼奇葩 這麼厲害的學者 是 很多被他教過的學生都跳出來了 這個同學就來分享說 陳教授的課我修過 推薦各位 如果想要成為法師的同學 什麼法師 我要律師 為什麼要變法師 我念法律師也不是要當律師嗎 我念東法律系要當律師啊 我要嘛當法官 要嘛當律師 我會變法師來當法師的 大家要說 如果你要當法師的話 就修陳清秀老師課就對了 第一堂法律學 陳清秀老師就說 要讀好書必須和桌子合而為 又來了 他說他聽了一整個學期的天人合一說 要天人合一 所以要從跟桌子合一開始 所以同學說我到底聽了什麼 然後其他有人說 印象中陳清秀老師的 如道式法學 在學界讀書一次 上課呢 老師開鼓勵同學念金剛機 對 老師開這個 延伸閱讀 不是 那個是什麼系啦 都無法律系 不是這樣寫喔 延伸閱讀是金剛精 他說學問生不生不好說 但是學分沒有沒有沒有 我這個太艱深了沒辦法學到 會派陳清秀代理的人真的腦袋撞到 上過他的課都知道 他的法學根本就是道家法學 厲害了 卡提諾法學派真的遜了 道家法學現在最行 而且更誇張的事情 我特別查過 這個動物大學網站 他是陳清秀 他是教授 沒錯 結果他的專長是稅法 行政法 財經法 行政救濟 根本不是憲法 但重點是我們花了52萬請陳清秀教授 結果他寫了這個道家法學答辯書以後 國民黨就把他換掉了 連國民黨都受不了 把他file換成業績 我們52萬就打到水裡面了 至少要換一半回來吧 對 我們花52萬就換掉了這一篇 陳清秀還我錢 還我錢 陳清秀還我錢 好 所以這個真的厲害 接下來我們看葉慶元 葉大壯 憲法法上面講了什麼呢 這個名句說如果今天當選總統是侯友宜 或者是柯文哲申請機關 還有立法院民進黨黨團 你們還會堅持現在的主張嗎 不是他把憲法人當少康戰情室嗎 對啊 欸 柯 侯友宜的名字有在憲法裡面嗎 沒有嗎 柯文哲有嗎 民進黨有嗎 民進黨有嗎 我們今天在講合不合憲 你跟我講侯友宜 柯文哲民進黨 上政論比較快吧 那這個三千塊就要三千載啊 給他三十萬 很多很多 一百倍 好 我們現在再來看 所以葉慶元這個也是 讓人有點下巴掉下來 最後一個總可以把前監察委員 但是我們想說這個來憲法法庭上面 應該是全國憲法學界的經驗嘛 憲法拒破啊 你派一個裁法的我就覺得很誇張了啊 沒關係 因為現在這個掌櫃美 他不是法律系的 他是念政治學的 政治系教授 政治系教授後面就要接范士平了 你跟我接掌櫃美 所以最後還出來一個重點啦 剛剛我們就覺得好好笑好荒謬 各位不要再笑了 這些都是你跟我的納稅姐 政治我看藍白一直在罵大法官啦 他們在罵大法官說 你們都沒有專業啦 你們都是顏色對的 你們才當大法官啦 我在想說奇怪了 這些大法官過去他們在我們 這個法律學界的地位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現在藍白會突然把他這樣罵 結果我現在看到了齁 他們這個律師的代理人的名單 以及背後標案的金額 我才恍然大悟啦 原來藍白呢是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度 對啊 像這幾位呢 其實坦白講啦 你說陳清秀老師 他在睡法上面 他在睡法上是專業喔 我怎麼聽說喔 他在睡法上面專業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談到這個國會改革 他就突然變成詹心師了 變詹心師 對啊 雖然當然你說 52萬 52萬會不會太貴 在他們中國古代齁 過去這個詹心師地位是很崇高 那這個另外我們看到這個 包括葉慶元也好啊 或者是這個掌櫃媒也好啊 過去他們的政治立場其實很鮮明 大家看就知道 也不用迴避 這政治立場就是這麼的明確啊 對不對 那他們是憑什麼 是憑真本事真才實學 得到這個標案 還是因為他們願意在這個政治立場之下 去為藍白在立的這個法作辯護 這個大家自有公平啊 為什麼找不到一個憲法學者啊 沒有因為這個不容易啊 工法的人 工法的學者有這麼難嗎 我覺得學者某種程度上是愛惜羽毛的 也就是說 他不會願意為了說啊 這個短期之內 可能拿到這個幾十萬啊 說啊好啊好啊 不然我就出來啊 講一些詹 但是你如果把它跟行政院的做比較 行政院這一次請的這個李全和律師 其實他的表現我覺得不錯對不對 因為還蠻多民眾對他說講的有共鳴 對 因為重點就是說你上法庭你不只要講的是法 而且更重要因為憲法法庭全國直播嘛 講給民眾聽得懂 講道理 然後再加上行政院委任的這個陳信安教授 他是完全不收的 完全不收錢了 所以也難怪以藍白的邏輯啊 他們都會想像說別人都是為了錢才做事 因為事實上他們找的人是為了錢做的 對 然後他們會說你們這些大法官都是因為顏色正確來當大法官 事真才實學 現在我們知道為什麼他會這樣 因為藍白的經驗告訴他們事實就是這樣 對 那所以我覺得其實某種程度上這筆錢 倒也可以為國家省下來 對我是主張啦 這個一百八十幾萬兩百萬 可以全部給我們國昌立委啊 對不對 就我講嘛 掌櫃美就換飯飾品就好了嘛 差不多啦 不用都給黃國昌 都給黃國昌 你看在那個憲法法庭上黃國昌不是 葉欣緯明明要打黃國昌說我來我來 我來 對 葉欣緯明明要打黃國昌說我來我來 這個我來 這個我來打 對 那幹嘛呢 你請這些幹嘛 你就讓黃國昌去講嘛 錢給他嘛 因為現在作品到剪片也是不容易 對 反正他出來 你為什麼要偷偷湊黃國昌 沒有湊 他那天來其實就是為了收集直播素材 跟剪片素材嘛 對 你看後面有一段喔 這個他黃昌緣問他 在最後接警尾聲的時候 黃昌緣問他說 其實你這個立法院查弊案的目的 會不會跟法院跟檢察官和檢察院打架 對 如果打架了怎麼辦 打架的時候你立法院要不要退 還是說你立法院不退 兩邊就是各查各的 查出來如果不同結果那到底怎麼辦 黃昌緣的主題是問這個啦 把他翻譯成白話 結果黃國昌回答了 從頭到尾啊 他沒有再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怎麼樣 他回去剪片 他回去馬上 當天晚上他上架一個短影音 對 他把黃昌緣長達幾分鐘的提問 他把他剪掉了 他剪一句最不重要的 對 他只剪黃昌緣問他說 查弊案市立法院的工作嗎 他只剪這句最不重要的 對 然後後面是黃國昌自己講故事 然後 哇 下次三十萬幾十萬瀏覽量出來 他說哇 國昌老師講的好棒 國昌老師大連大法官啊 對 然後他把他前面支支吾吾打不出來 以達非所謂的部分通通通減掉 對 那你說嘛 你請這些 你花186萬請這些代理人幹嘛 對 真正的戰場在國昌的直播間啊 沒錯 真正的戰場在國昌的短影音啊 請小編就好 對 你就把這個錢給黃國昌 不然還有一個很厲害的 黃珊珊律師嘛 怎麼大家都忘記他 對不對 你們在立法院裡面不是很會贊嗎 傅崑奇你也可以出來啊 對不對 為我們納稅人省下一點血汗錢嘛 不要花大錢 然後找了這一些 其實坦白講 也沒有做出多精妙的論述的訴訟代理人 然後最後更多的是看你這些藍白立委 在憲法法庭裡面繼續文不對題 繼續答非所謂 那我們納稅人花這筆錢有什麼用呢 我們納稅人花這筆錢有什麼用呢